這個懸念求群這隻血清型號的致病性是比較高的 而我們是有方法是可以避免到的 所以就要特別關注我們現在說的關聯 似乎跟一些淡水有關 所以市民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看到影響到的人字是可以年輕女都可以的 過往在另外一個比較大型的報告 就是新加坡那裏都發現有這樣的關聯性在這裏 所以兩個傳播途徑 兩個都跟淡水魚有關的 一個就是接觸傳播 另一個就是吃完症的就是吃了肚子去感染 所以大家市民在這段時間都一定要留意這兩個關聯 都是跟淡水魚有關的 如果是有這樣的接觸譬如你真的預備過淡水魚 真的整選了而出現一些病徵 比如說皮膚發炎發燒 那就盡早求醫和跟醫生講清楚有這樣的接觸事才行 是要是要沒有再接觸 就要有的 你先說皮膚發炎 那是可以的 我們可以的選擇